大家好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们经常会讲到细胞 细胞里面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细胞里面的蛋白质 细胞核 细胞质 基因 这些分子在互相作用 是怎么样怎么样 很复杂的 这些东西光是听了 你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你很难理解 这个细胞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组动画 模拟了细胞里面的实时的情况 然后我们一边看动画 然后我给大家一边来解释 细胞里面的情况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动画 我们通过超级计算机 来模拟生命的运作机制 我们现在就在一个细胞的内部 这里呢叫做细胞质 在这里面装了好多好多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分子 在细胞质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化学反应正在发生 这些化学反应 这些化学反应涉及到各种蛋白质 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 以及各种不同大小的分子 生物分子 它们被精心的调控着 新开发出来的新型的电脑程序 用来在原子的级别 模拟细胞内的复杂的分子行为 重现了数以千万计的水分子 以及成千上万的大型分子 它们构成了约30%的细胞质 这里是核糖体 由RNA以及蛋白质组成 这里是把氨基酸合成 变成蛋白质的工厂 这个桶状的蛋白质是分子伴侣 叫做GROEL GROEL 它会修复那些形状错误的蛋白质 像这样一个巨大的复合体 在计算机的模拟条件下 它们几乎是不会移动的 小型的蛋白质 以及RNA的片段 往往移动得更加活跃 因为它们比较小 所以活动起来非常迅速 即便是在这样拥挤的环境里面 以及更小的代谢产物 ATP也移动得非常迅速 这个模拟条件 这个模拟画面 显示了代谢产物在细胞质中 沿着蛋白质的表面滑动 以及在蛋白质之间来回跳跃 未来的实验和研究 将会验证这一点 在细胞里面 因为蛋白质们 被其他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所包围着 它们的结构被认为 在这样的环境中 比在纯水里面更加的稳定 这个模拟画面 显示了蛋白质之间的 复杂的力学关系 以及可能会使它们 失去稳定的状态 蛋白质的结构和化学反应 也会极大的受到细胞中的 许多代谢产物 及离子的静电效应的影响 小型的分子 比如像代谢产物 以及药物 会绑定到蛋白质的 有活性的部位上面 并引起化学反应 或者抑制正常的功能 细胞中的小型的分子 和蛋白质之间 持续地进行着竞争 在这个对细胞内的 拥挤的环境的模拟下面 以及许多互相之间 在竞争的各种交互的化学反应 它们彼此之间互相竞争 将可以帮助预测 在这个未知的后果 比如一些药物的 潜在的危险的副作用 感谢通过使用超级计算机 使我们对细胞中 单个分子的移动 以及功能的理解 有了巨大的进步 识别并理解底层的 生命活动机制 是对基本科学的促进 并且将会引导开发 新型的治疗药物 好,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